就会补回来 现在我们介绍金贵里面的一个很有名的厨房 他的名字叫八卫圣奇丸 也称为金贵圣奇丸 也叫做贵妇八卫丸 随便你怎么叫都没有关系 厨房都是这个 使用的时机 各位看 都是虚劳 虚劳叫滋补 虚劳有腰痛 少妇狙击 然后小便不立着 八卫圣奇丸 上次我跟大家介绍过少妇狙击 你如果不讲清 不讲明白 实在是很难意会 男人的搞完抽筒 女人的阴道抽筒 抽筋 就是少妇狙击 如果说你是腹痛 肚子痛 隐隐作痛 对不对 那是小健中汤症 刚刚不是讲过吗 小健中汤 对不对 你白烧一家 抽筒就没有了 那女人的月经来的痛的话 你也是重用白烧 是不是也会好 那这里又来个少妇狙击 干嘛 就是精痛 好 抽筒这个 为什么 这个因为 肝呢 主经 我们全身的经呢 是肝脏在管 肝主经 那这个精呢 是落过我们的 这个搞完这边 还有女人的阴道那边 好 那当你虚饶的时候 精没有 这个这个精 没有营养来滋润它 因为虚饶嘛 这个精就很急 一急就会抽起来 好 这个精急 就这样子 这个意思 好 所以你如果光看这个 不会想到说 那种 那个男人的 女人都可以用 什么时候可以用 那小便不利 小便不利呢 就是 贫尿 也是小便不利 怎么 一个小时上两次 厕所没吃出来几滴 或者是 小便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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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不出来 都是属于小便不利 或者是 小便的欲望 小便有欲望 你会感觉到说 我要去小便 这是正常 那一天在那边都不小便 你也不对 为什么 因为意念没有了 意念没有了 那就是 都是属于小便不利 这个八卫圣旗丸呢 好 大家看他的厨房 现在外面坐的 六位地环丸 跟那个军贵 八卫圣旗丸 这个地环丸 通通是怎么样 你一拿去 它通通是等量 都会开等量 那可能明通或圣天堂 或者怎么样 GMP厂的 我不晓得 但是我看到都是等量 那过去呢 没有GMP厂 迪华鞋很多人 他们药厂都可以 药房都可以自己做 药丸 都是等量 实际上不对的 你看 他叫做圣旗丸 六位 八位地环丸 就要重用地环 地环用八 你不一定八两 八 三药 三猪鱼呢 四 折蟹 单皮 扶林 三 桂枝 泡腹子 一 那你按照这个比例 你可以做两斤 三斤 四斤 五斤 都没有关系 好 这个八位呢 把它弄成粉末以后 跟蜜 和在一起 好 那九下十五丸 加二十丸 那这个丸多大呢 像五脂大 五通脂 你们现在看到药丸 就是五脂大 五通脂的那么大 那 这个 虚导腰痛 这个处方怎么来的 甘地黄 好 一定是重用 这个是补肾 知肾阴的 大家都知道 三药呢 就是淮山 好 它是健脾 让三猪鱼呢 酸胃的 入肝脏 补肝的 所以 这三个补药在的时候 肾肝皮 它终终顾到 那折蟹呢 它能够清肾 把肾里面东西清出来 那茯苓呢 健脾 能够通 把皮上里面东西清出来 再来呢 这个单脾呢 能够如肝脏 所以说 它等于是三补三蟹 真正好的处方 滋补的药 是补蟹坚固 绝对不可以开 纯补的 纯补的药 纯补的药是西洋人搞出来的 一片维达民B12 那是纯补的药 纯补的药上去呢 就好像你拿油漆去涂一棵活生生的树 油漆涂死的木头可以啊 可以保酒嘛 那你还是活到的 你死掉的时候涂油漆可以保酒一些 对不对 人还活到涂油漆就完蛋了 这也是非常 然后自己嘴巴讲新陈代谢就是新的环局旧的 做出来的动作也是百分之百补的 那都不对 那这个厨房呢 平常就可以吃 吃的时候呢 放一点点盐巴 因为咸味入肾 这个盐巴放下去的时候不是说很多 而是这样子抓起来一点点撒到水里面喝下去 那这个盐巴的目的就是把这个药带到肾脏里面去而已 所以贵妇八卦丸呢 就是做虚劳腰痛使用的 那如果说 当你在吃泡腹脂的时候 因为里面有腹脂很热 病人呢 吃完药以后说 医生我这边吃你的药以后开始便秘 你就可以把药改成六个地方丸 把这个贵脂腹脂拿掉 前面六位就是六个地方丸 所以一般我在使用的时候怎么使用呢 我决定到底他要吃贵妇还是六位 大便好不好 我一天三四次八卦丸 一天一次六位丸 他就是虚劳的话 他大便会次数会比较多 比较拉肚子比较多 贵妇八卦丸因为里面有肉贵腹脂 下去以后他就反而可以止力 里面浮宁 可以把大肠里面的经验从小便立出来 所以平常有下力的人就可以吃贵妇八卦丸 但是我讲了下力是寒力 你不要是热力 老师我大便变冬雪 嘴巴口照渴 你给他吃贵妇八卦丸 哇他更热 老师我吃了你的贵妇八卦丸排算是贵妇八卦丸 那肾妇旺的时候 老师你怎么知道肾妇很旺 对不对 这个不讲肾妇吗 看头发 头发的法 这个有法油 光光亮亮的 那你如果头发是染的 一涂上去就看暗暗的 黑的但是暗的没有光 所以如果肾妇很旺的人 头发就很亮 那我治过一个 甚至忘了什么程度 一个十七岁的小姐 她进来 妈妈带下来 我说你什么问题 她说我这个一天要洗 好几次头 不洗头的话 如果三个小时不洗头 我站在那边 风吹过来 头发都不动 太多油了 到这种程度 那个真的这样碰起来 然后里面那个油 就是身上发出来的 十七岁 那怎么办呢 她不是病的 她胜肌太旺了 怎么办 对不对 那我还是可以帮她解决 这就是你要想办法 去如何去设计一个厨房 因为她胜肌太旺了 三黄蟹心汤 对不对 因为我们经方的观念 就是有含泄来测热 含泄来测热 所以三黄蟹心汤 一下头发就跑 跑起来 头发就在飘了 不然的话你跑起来 头发都不动 很奇怪 风吹过来 头发都不动 这只是很特殊的 所以以后诸位 你什么病都会遇到 有些会遇到 你想都没想过的病 可是原则 连你原则是一样的 这个呢 虚劳 朱不足 风起百急 属于丸 这个就是说 这个属于丸实际上我们用的不多 它的意思就是说 没事就是在相风感冒 当大家都不感冒的时候 那个一定感冒 当大家感冒的时候 他也感冒 就是没事就是感冒 就是他 那就要吃属于丸 那属于丸很复杂 拿那么多 我们一般经方 不会用那么多的 大家按照我的原则 就是感冒最重要 贵之汤就贵之汤 麻烦汤吃麻烦汤 大兴隆小兴隆 一段时间以后 你就不会有 所以感冒了 也不会虚劳了 那记得 你有虚劳的时候 赶快要弄好 不然你就是很容易中风的那个人 那年轻人呢 就脸部中风 年龄大的人就是半身瘫痪 都是这种 虚劳 没有治好的时候 才会得到的问题 这个方子我们不用的 我们继续看这个 虚劳 虚凡不得免 酸枣仁汤组织 现在看到 失眠的一个 这个处方了 酸枣仁汤是很有名的一个 治疗失眠的主方 那用在什么时候呢 用在年龄大的人 老人家 失眠 年龄大的人呢 虚劳 身体会衰落下去 衰落下去 产生的失眠呢 这个就是 我们这个酸枣仁汤 第一个 第二个 大病呢 出于刚刚 病人恢复体力 恢复病情的时候 病情恢复了 刚刚好 病好的时候 没有办法睡觉 这都是属于 酸枣仁汤症 好 那这个酸枣仁怎么来的 各位看酸枣仁 顾名思义叫做酸 就是入肝 酸味的呢 除了入肝以外 除了是收敛 所以呢 酸枣仁可以把血 收敛 回肝脏 肝肠 浑 所以当你如果血 没有办法回到肝脏的时候 浑就在外面 没有办法回到肝脏里面 晚上就不好睡 最明显的呢 就是一点到三点 都不能睡觉 好 一点到三点 那一点到三点 诸位呢 如果你发现到你的亲人 听到我们针灸以后很紧张 你说糟糕 他一点到三点都不能睡觉 你不要挤啊 没那么坏 对不对 先问他 任何人的实证出现的时候 他会有痛 任何的实证出来痛呢 是持续性的痛 好 那如果是虚症的话 虚也会有痛啊 但是是隐隐作痛 是隐痛啊 而且不是持续的 所以如果是隐隐作痛 他是虚啊 你不要紧张啊 老师 他都一聊到三点 老师你说过两天一会 得肝孩子就要吓死了 对不对 我们还没开始冻死 他已经下婚了 那也不对 所以说你不要紧张 不要紧张 那你看到酸爪人的时候 我们知道 这个酸爪人可以把血 让他血回到肝脏里面 你看那姿母 我一直在跟诸位说 姿母是除烦的 除烦的 因为姿母能入肺 能够除烦 那手足照老 晚上烦了不能睡觉 都可以加姿母进去 那好像抗忧郁药一样 茯苓呢 和穿穹 茯苓呢入三胶系统 能够把这个三胶系统的水排出来 穿穹是活血化瘀 那这几种药混在一起的时候 可以补虚老 比如说穿穹啊 茯苓啊 我们一般来说滋补药的时候 我们不会开得很强 你如果开 比如说他是要睡觉 不能睡觉 那有时候好 老师他这个人不能睡觉 我给他开这个当归 熟地 他本来就不能睡了 开了那么多补药 他精神更好啊 所以我们的观念里面是 警方在治疗师面是消导 并不是说去抢补他 因为他已经是不能睡觉了 你一抢补他 他反而更不能睡 是用消导的方式 让他心情平稳下来 让他血和水呢 能够让他循环非常好 然后三小人让他 血回到肝脏里面去 有点干草 让他中和他 这几位药呢 先煮三小人 再去煮其他的药放进去 这是一个很有名的 治疗师面的方式 过去呢 诸位有学过 我们的黄莲阿娇汤 也是治疗师面的方式 但是黄莲阿娇汤呢 是心血不足 所以用阿娇 这个心血不足 为什么不能睡觉 因为心藏神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用黄莲阿娇汤 那神不守的话 也是不能睡眠 这是我简单 讲个例子给你听 这里呢 下个厨房是大黄蛇虫丸 我在上海看过 他们有做大黄蛇虫丸 大黄蛇虫丸里面呢 后面的动物药很多 盲虫水智 我们抵掌汤 齐昭 蛇虫 这很多的动物性的药 还有肝漆 肝漆是很毒的 很毒的药 那这些混在一起呢 做成丸祭 它的目的是什么 诸位看 五劳急需 一个人非常的瘦 怎么吃不胖 腹满又不能吃 肚子胀满 不能吃东西 食伤 忧伤 饮伤 防止伤 积伤 饶伤 反正什么伤都有了 它五劳七伤 经络 容胃都伤 肯定都伤到 内有肝血 它说肌肤甲措 两目黯然 这个我们凭这两个症状 肌肤甲措跟两目黯然 我们就可以知道 里面有肝血 它之所以伤到 它有 因为有内伤在里面 有肝血停在身体里面 所以它再吃什么东西 再吃什么补药 都进不了身体 因为那个 淤血在那个地方 我们有一句话 称为 淤不去 心不深 所以 京方呢 我们常常在活血化淤 活血化淤 那 最会活血化淤的 就是唐龙川 唐龙川特别写一本书 叫《血政论》 他认为说 百病都有淤啊 他就 开始一天到晚在活血化淤 他很厉害 然后唐龙川特非常优秀 我个人非常被佩服他 那你看到这个肌肤甲措 两目黯然 不是只有眼睛黯然 而是眼眶周围的眼带 上眼带 比较黑暗 然后肌肤甲措呢 不是在身上 肌肤甲措在小腿上面 在小腿的颈骨上面 从竹山里以下 到三阴胶的地方 那一段 你裤脚一拉起来 一看很多干皮的那个地方 就是 这个讲的肌肤甲措 为什么 因为三阴胶 阴晶在这个地方来 阴血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 皮肤干掉了 你如果说肌肤甲措 老师 有一个病人来找你 医生啊 我身上皮肤很不好 你帮我看一下 一打开来 哇 很多灰出来 好像那个 我就看过这样子 一打开都是灰 为什么 因为它那个肝血 全身长满了 那长满肝血 那个皮屑很多 一拉开来 它都是灰 对不对 我当然不能怕 不好意思 我就停止呼吸 很可怕 真的很可怕 那老师是经过假说 不是啊 它是肝血 所以经过假说 只设定在 竹山里到 三阴郊的中间的地方 就几乎假错 那我们知道 这一看到眼眶黑的 我们知道内有肝血 那你 缓中补虚 有大黄疾层丸 大黄疾层丸 是缓中补虚的药 而真正我们在用的时候 我会不会用它 我很少用它 我有做一经在里面 我很少用 因为不需要用它 我们有很多种 针灸的方式 再配合一些药就够了 用不到大黄疾层丸 这个中国大陆做的药呢 本来我就不太相信 对不对 它的香肠也不能吃 对啊 那个奇招 这从 当什么样子问他 他就讲不出来 你不是吓死了 对不对 有的人说奇招 然后这个奇招都是残 残在壳里面 对不对 还活着 那个叫奇招 那个壳破裂以后 跑出来那个是残 所以在还没有 在泥土里面挖出来 里面那个壳还在的时候 残在里面的时候 这就是奇招 有的人讲的是地鳖虫 就是我们那个大陆上 我们造的铁锅 铁锅一拉下 上面一票 像蟑螂一样的虫 到时候跑 黑黑的 背上一条条的 脚很多人在跑 那是奇招 就是地鳖虫 每个人讲话都不一样 那你干嘛用 所以说 对不对 然后还有干漆 谁知道他拿什么东西 对不对 那这盲虫 我们盲虫呢 有牛盲 就是在牛圈里面的盲 盲虫要找牛圈里面的盲 那个牛圈里面的盲虫 好大得像指甲一样 那针很利 他把牛皮都盯进去 把它血吸出来 那个才真正是盲虫 那 粪坑里面有盲虫 那他把那粪坑的盲虫拿出来给你 因为是盲虫 长得很像 但是不一样 所以还是不要用 我都不敢用 所以我们用针灸 用吃药 针灸呢 就可以把它 这个 干血去掉 那干血到底在哪个位置上 好 一般来说 身体上有干血的时候 有淤血在身体里面 女人呢 都是左腹痛 左边的地方压痛 这个左腹这里痛 我们分肚脐以上跟肚脐以下 肚脐以下是静脉 就是我们意思是告诉大家 我们以白勺为主 肚脐以上 动脉 贵脂为主 好 然后你加一些 好 其他这个阻力是那个 其他呢 你加穿穹啊 单皮啊 红花 好 像我们这样开主方 吃素的就很开心了 对不对 吃素的 老师我有基础假说 但他这个是昏的 我不能吃 这我也不要吃啊 对啊 对啊 我吃昏的我也不要吃 那个吓死人了 不需要 我们吃素了就可以了 那那个 那个像牛膝 对不对 嵌 这些通通是活血化鱼的 好 那老师这些怎么区分呢 很简单啊 陈东奔少经讲过了 脚没有力的时候 脚有晕血的时候 牛膝 肚子腹部的时候 女人子宫里面有晕血 腹部疼痛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嵌槽 好 这样一下子分出来了 好 所以大家知道 有这个大黄症成完 就可以了 好 用不到的 好 我们这里呢 补充一些方记 看好 脂肝草汤 是虚劳不足 汉朱文闷 卖节祭 行动如常 不出百日 为基者 十一日 他是千金义 看到没有 实际上脂肝草汤拿什么千金义 商行动论里面就有 正干草汤 对不对 孙之鸟把他拿出来 把他放到千金义里面 他就从 好 这个就我跟大家有知道这个历史背景 就去晓得为什么放在这里 好 那主力呢 叫正干草 麦门东啊 增加这个酒味要合成的 那这个呢 是补阴虚的 补阴虚的 中 金方呢 支补阴虚的 就只有这个方子 好 就这个方子 来用酒 好 来煮 另外一个呢 左后方 左后方 这个 没有用 我们现在不用了 不会去抓个踏水 他会把干拿出来吗 好 不需要 好 就会看这个 这个虚劳 这个都是 补虚劳的 虚劳的 我们回到91页 回到91页 在继续下一张节之前呢 有个处方 我们把它堵进去 91页讲到马刀夹阴 有没有 就是甲状腺 肿瘤 好 肿瘤 在淋巴节 淋巴有肿瘤 最常使用的呢 我们叫做 消肿 好 馈健汤 好 消肿馈健汤 这个消肿馈健汤呢 很早以前我们就知道 用昆布 跟海藻 现在西洋来说 这个缺点嘛 中医以前就用昆布 跟海藻 所以是中西是吻合的 用黄渤 滋母 黄渤滋母 还有那个瓜楼根 挂楼根 挂楼根 结梗 结梗 305组连翘 连翘 黄秦 黄年 隔根 彩虎 彩虎 当归 龙胆草 最后呢 干草 这个是我们过去一直在用来治疗 甲状腺 肿瘤的时候 它的全名叫做消肿 溃尖汤 方液很简单 用彩虎 进入三胶系统 我们的腺脊 甲状腺 腺下腺 盼腺 通通是腺 我们用彩虎 那一般来说 这种都会灶热 病人会烦灶 灶热 三黄蟹心汤 这个黄渤 黄秦黄莲 那海藻坑布 本来就是 咸味能软煎 西洋人说 点 中医认为说这两个是咸味 咸呢 能软煎 煎硬的东西 那老师 牡蛎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啊 牡蛎可以 过去如果这个厨方 吃下去没有效 假装腺还走到那边的时候 我当场就设计厨方 我们不用去背 我们设计的厨方 也要消得很快哦 那 这个姿母出烦躁 因为讲到现在的人呢 抗计的人都会 心动计 人会慌 人会抖 人会慌 那这个结果呢 就是去谈 里面的造谈 交谈 诸诸之类的 那这种是清热解读啊 那这是活血 话语 三年我做的活血 话语的药 这是使用的比较普遍的一个处方 注意看一方极简里面也可以看到 那你如果说 你遇到这种甲状腺 大脖子的人 那你这个消肿亏肠吃了一段时间以后没有效 没有效你问他 那个症状 问他症状 那你可以阻力呢 用牡蛎 用牡蛎 用龙骨牡蛎 动计的很厉害的时候 老师我这个甲状腺的心计 他晚上心慌得很厉害 手会抖 好 柜枝 我平常开主方的柜枝就开着五千了 你不要说老师的柜枝不能吃 吃下去很不得了 我都开五千 三千五千常常开的 好 柜枝跟自甘草 心动计嘛 心动计 那加上牡蛎 那病人呢 盗汗很严重 晚上龙骨 睡觉的时候 盗汗心计 龙骨牡蛎 牡蛎有一两 用弓箭用的 牡蛎呢 一两 龙骨用五千 收敛 盗汗的情形 贵枝 贵枝龙骨牡蛎汤出来了 是不是京方里面的尚寒论 就是这个厨方 然后呢 进入零八系统 方脊 看一下 方脊进入三胶系统嘛 就是 我用了很多呢 我会随便找一个 方脊在 这个 本草经里面找一个瓦楞子 这个瓦楞子呢 长得像 贝壳的贝壳 长得就这个样子 你如果跑到 南门市场去买 叫雪酣 这个贝壳呢 打开 你烫一下里面是雪啊 看一下是雪 好像很多雪在里面 这个雪酣的壳 就叫做瓦楞子 因为它长相 就像个乳房 就长相乳房 然后呢 它里面是雪 这个瓦楞子呢 我们也是胃咸 咸味能够软煎 所以我这条 在治疗 那个乳房硬块 甲状腺的硬块 淋巴癌的时候 瓦楞子用的非常多 瓦楞子用的很多 这个我在这张结束之前呢 我们把这个补 补住一个主方 补住一个主方 甲状腺的问题呢 绝对可以治好 千万不要去开刀 那就开刀 一定可以治好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我们再继续 好 现在我们进入 第七篇 专门讲肺 这一段 这一章节呢 包括了肺龙阳啊 肺吸种啊 这个肺萎缩啊 甚至于肺癌 肺炎 好 通通在这里面 好 那我们包括 我们如何怎么去治疗它 怎么去分辨 怎么去辨证 处方怎么下手 通通在这一篇里面 通通会提到 好 好 首先呢 看 好 什么叫做肺萎 就是萎缩掉了 好 热在上胶者 因咳为肺萎 所以肺萎之病呢 从哪里得到呢 他 回答了 好 有的肺萎呢 从汗流太多 精液伤到 或者呕吐 吐太多精液伤到 或者是消渴 就是喝了水 还是口渴 不能止渴 小便 太多 都是撕掉精液 或者从 好 大便难 大便干燥 大肠的大便干燥 大肠和肺是表里的 所以你如果大肠干的话 肺也跟精液也伤到 或者呢 会被快药下力 就是你有 本来有便秘 然后攻 今天要攻下去以后 太快了 好 好